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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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我們 有請黃冠銳為我們表演 綠路短打拳 有所謂南拳北腿 這一套的少林基礎入門套路 已經表現了不同的腿法 當中包括有難度比較高的 貼地的素塘腿 和凌空的旋風腿 單飛腿 完全展現出北派拳術 注重腿法的說法 曲 李宗盛 謝謝黃冠銳 我們看完這麼多道單人的演練之後 我們就安排了一套精武少林的盤徐對策 為我們演出的是蔡詠欣和張獅子 所謂對策 就因為他們要在對策之中 不斷地變換攻守的角色 這樣才可以鍛鍊出對敵時的攻防意識 提升他們的反應能力 這個對策的名叫做盤蟲 盤的意思就是因為技法之中 有很多盤旋的轉換 而在不同的拳摘桌中 我們又會見到很多的琴拿 和疏跌的技法 好,謝謝他們 好,謝謝他們 接著我們的應崩坊師傅又再次出場 這次跟大家表演一套快的東西 就是少林派迷宗門的達摩劍 一把劍雖然有三尺那麼長 但用劍的特色主要就是 尤其是運用劍尖前三尺 要發揮出點、刺、削、撇這些常用的劍法 而我們做這些劍法的時候 最主要是針對敵人的手腕 所謂射人先射馬 務求令對方的兵器脫手 那達摩劍尖為什麼這麼出名呢 就是因為他運用劍尖的技巧非常之高 那迷宗門的飄忽不定、高低起伏 令到敵人難以觸摸的身法 亦都會在這套迷宗門的達摩劍那裡顯示出來 好, 謝謝應師傅 好, 最後我們就安排了全體的表演 一個精武少林派的入門基礎套路功力拳 由於是基礎的套路 所以技法就會比較簡單和朴實 但其實每一個招式都十分規範化的 不可以馬虎 而這套套路要求演練者 要做到武術的基本要求 即是步法要穩固 權勢要嚴謹 而且勁力要拾 勁力要拾足 並且要專注於每一招式的變化 務求動作乾脆利落 沒有拖泥帶水的感覺 演套 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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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高興, 這次有榮譜 參與這個詞曲演出, 為大家同謀福利 我們今天的演出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